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机上照样是可以跑到2万多K 哈喽各位小班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来车辣条的小强 今天主要来跟小班分享一款无线流量 并且终身免费的VPN转件 非常适合我们新手小白的使用 因为它永不失效 其实这一款VPN转件之前 有跟小班分享过如何获取它的流量的方法 但是有部分的小班反映 在部分的机型上 它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 今天就来跟小班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将它的节点直接提取出来 在我们的Clutch 以及在我们的手机上 V2MG上直接可以使用 这样我们在全室备上就可以使用了 好下面我们不要不多说 我们首先要来到我们的博客 我们本期相关的所有资源 我也都整理到我们的博客这里了 我也会把我们博客的地址连接 直接放到我们评论区的顶纸 或者视频下方简介区 小班点击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博客 首先我们就要先下载Clutch 这一款方向转件 也就是小猫咪 小班只要点击这个直达 就可以来到这个网页 这里就可以下载Clutch 它的手机端以及电脑端的 像有汉化版 也有英文版的 英文版好像目前是没办法打开了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中文版 直接下载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只需要下载第四项这个选项 如果你是Windows的 可以下载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下载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要提取它的节点 下面我们就要演示一下如何将VPN的节点提取出来 直接在我们的Clutch for Windows上使用 好这时候我们就要重新来到我们的博客 要下载这款优选IP的软件 这款软件我把它放到百度网盘上 就是方便 你在没办法放强的时候 也可以下载到我们这款软件 但是由于是敏感资源 你在百度上会被和谐 所以说我进行了加密 这里有提取密码以及我们的加密码 小班下载之后 就会有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加密过了 因为大家都懂的 百度网盘是会和谐这些资源的 我们直接双击它 然后就会需要我们输入这个解密密码 解密密码在博客也有写了 我们进行这个解密文件 好这样我们就解密出来了 解密出来之后 我们就解压我们的这个文件 解压到当前文件都可以 好解压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我们这款优选IP了 好我们打开它 然后这里我们在使用优选IP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退出我们的代理工具 确保是不代理的状态下 好 然后我们来进行优选IP 这个时候它就会快速的优选 我们可以用的这些IP了 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输入我们的私钥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VPN的私钥 那我们如何获取我们的VPN私钥呢 其实很简单 重新回到我们的博客 在这里呢就是获取我们密钥的这个网站 我们点击直达 点击直达之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要不然如果没有账号的话呢 可以去注册这一个账号啊 这个账号非常简单 在这里呢我们也就不过多的演示啊 然后呢我们点击FORK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好我们FORK FORK完成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点击上面这个绿色按钮运行 然后输入我们想要的这个密钥数量 我们选择1 然后确定 好这样呢我们就获取了这个密钥 很多小伙伴会发现啊 第一次获取的密钥呢 有可能是只有一个G 那没关系啊 你重新再获取就可以了啊 这个都是小问题 获取到这个密钥之后呢 我们就重新来到我们的软件 粘贴上我们的密钥 然后点击确定 好这样呢 他就已经帮我们提取出 我们的这个节点了 好我们直接关闭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软件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多了 这个WAP的这个文件啊 这个呢 就是Clush的这个配置文件了 我们重新打开我们的Clush 然后选择配置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软件拉进来 这样呢就添加成功了 我们点击它 进行连接 然后我们点击代理 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自动为我们选出了 这四个节点 A B C D 有四个节点 基本上呢 这四个节点就是默认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测速一下 目前就是这些节点 好 我们点击自动选择 他有默认的规则 然后呢 小伴选择完整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开启这个系统代理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然后呢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YouTuber 找到我们的4K视频 我们点击播放列表 点击Vlog 我们可以看到播放是比较流畅的 直接就2万多KB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默认就4K了 好 现在是3万多KB 同学说节点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这四个节点 他会随机切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会随机切换 如果你想要更新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配置 然后在右键 进行这个试制 在试制这里呢 我们可以试制 你想要多久更新一次 他这里是可以按小时的 我们每8小时更新一次 点击OK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这就是直接将我们的VPN软件 提取到我们Clash上使用了 这个方法 如果你发现了节点不行 你可以切换其他节点 这里毕竟有4个节点 可以切换 如果这4个节点不行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再重新 刷 重新再获取我们的节点 获取呢 直接进行更替我们的这个IP 如果我们发现 这4个节点都不能使用的话呢 也没关系 我们点击配置 然后重新在这里点击右键 然后呢 可以点击这个编辑 这样呢 就跳爽到这个页面了 这些IP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替换 替换这些步行的IP 那如何获取我们的新的IP呢 同样啊 我们只需要推出我们的代理 来优选一下这个IP 我们点击这个软件进行运行 好 运行完整之后呢 我们直接关闭 这样呢 它就会出现了这个优选IP 我们可以双击打开它 这第一个呢 就是基本上颜测最低的这个IP了 这个IP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它有什么用呢 我们等一下就会进行演示到了 好 这就是关于如何将这个节点 提取到我们的 clutch上使用的这个方法和教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么呢 我们就会给小班演示一下 如何将它提取到我们手机上的 v2ng使用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呢 我们要回到我们这里 我们要先把这个密钥进行这个保存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要生成一个配置文献 是需要用到这个密钥 我们先复制这个密钥保存起来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博客 好 回到我们的博客这里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确保我们手机上的这个 这个v2ng是最新的版本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到官网去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点击直达 就可以来到官网 我们来到官网这里 我们点击右边 点击它的这个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这个最新版本呢 就是这个8.14版本 支持我们的这个 wellgo手动配置 也可以进行这个分享 还是非常不错 我们点击下方 好 可以进行这个下载 只要你是安卓手机的话呢 你下载第二个选项就可以了 下载安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使用了 然后呢 我们要生成我们的这个 wellgo配置文件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博客 然后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要生成我们wellgo的配置文件 我们点击最后一个选项 配置文件的获取 点击自答 这个项目的地址 我们重新点击Fork rate 我们直接把这个项目附置到我们自己的账号上 然后呢我们重新点击这个运行 好我们选择2 把我们刚刚复制的密钥粘贴上去 然后呢点击确定 好随便命名 如果不想命名的也没关系 我们点击就可以了 好这样呢 这个配置文件就生成了 我们同样要把这个配置文件保存起来 好 这样呢我们的配置文件就搞定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到我们的手机上来进行这个配置了 好下面来到我们的手机上 我们把刚刚下载的v2ng直接安装使用就可以了 由于我已经安装了 我也就不过多演示 非常简单的 我们重新打开我们的软件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街号 在这个时候呢 只要你是最新版本的 在最下面有这个选项 手动输入wellgo 我们点击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配置我们的wellgo 节点了 我们随便命名 然后服务器地址是什么呢 服务器地址呢就是我们的优选IP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电脑上优选IP 我们挑选这个原车最低的IP 我们把它粘贴上我们的手机上 然后把这个端口删掉 然后端口在这里填写上去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填写我们的私钥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私钥了 小棒只需要把第一个选项这个私钥填写上去就可以了 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这个公钥 小棒只需要把第二个公钥填写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其他选项我们不用去管它 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对勾 这样呢我们就保存我们的节点 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能否使用 我们点击它然后进行这个连接 好连接成功我们来看一下 好可以测试是可以拼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谷歌旅行器 然后打开我们的YouTube视频 好点击我们的频道 点击播放列表 找到我们的4K视频来测试一下 我们点击播放 好有广告我们等它跳过这个广告 好跳过这个广告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参数 默认的是180P我们直接把切换到4K 然后来点击这个参数 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机上呢 照样是可以跑到2万多K 当然这个跟我们优选的IP是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发现你的节点使用并不理想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切换我们的这个优选IP 直接换上我们的优选IP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跑到3万多K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像免费的节点能跑到这样的速度也是非常不错 可以作为我们的备份使用 而且呢这些我们可以每天进行优选的IP呢 可以保证我们永不被强 因为呢这一 因为呢这些IP一旦被强的话呢 我们直接切换 好了我们本期 好了我们本期关于这个永久免费VPN软件 节点提取的方法和教程呢 就简单的演示到这里啊 小伯如果还有其他疑问 或者更好建议呢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这个留言 我看到的话呢 我都会一一的回复的 感谢小伯的支持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